下面咱们讲一个也是关于两点的一个工装空装空间 一般搜楼处咱们可以去考虑一下去花搜楼处的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以及沙盘他们那些展台和那些沙盘的大小位置 可以去考虑一下 以及一些迎宾接待 还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客户谈客户的地方 咱们一般可以暂时先突出一个地方 就是沙盘展示空间 然后可以顺带加在一些客户休息的地方去处理 一个沙盘咱们去画一个两点 两点的空间一般可以展现的面比较多 然后空间表示比较大 还是和以前一样 在构图方面 还是可以先大概的定一个位置 像这些空间空间比较大 咱们处理的时候一般可以把这个在定的时候可以定高点 你在等翻的时候是等翻四段或者是稍微多一些 一般这些空间像一些接待好这些 稍微高点可能会看着比较舒服一些 给人感觉可能会好一些 两点一个空间 咱们还是先取一个视频线 两点视频线 然后在视频线上取两点 它们都在 都在这条直线上 然后去处理 然后去一般咱们定室内的这个打开的地方也是定到 900的一个高度 砂盘 一般它的 大高度 应该有700左右 当然 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应该还是不一样的 有些大小 不一 这些还是 还是可以 咱们在画的时候大小差不多 看着让人给人感觉舒服的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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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这些 不同的材质的地方 去区分一下 有些地方可能就是 上面这部分可能是玻璃的 我们处理的时候可以处理一下 底下的可能是一些板材 或者给它去区分 不同的户型 大概给它去扣一下就行了 会有一些绿化带 咱们就可以放一下 拿一个展盘的地方 远处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 前台接待 前台接待的高度 一般这个 像一般的前台就可以稍微处理的 让它们可以放一下 再把它放一下 再把它放一下 再把它放上去 再把它放下来 再把它放下来 然后可以处理这儿去加两把椅子去 一些按部的地方就可以处理的快一些了 当然可能前面会一些摆一些电脑 其实也是可以的 后边你一些座椅都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空间咱们可以去继续延伸 把一些滑空 这边咱们可以去处理一下 一些弧形的一些造型 所以我们可以去继续延伸 再到后期用马克加的时候 咱们可以去做一下 加一些名称或者一些收楼数 什么什么收楼数都是可以的 后边可能还有一个空间 还有一些沙盘 咱们可以到后期马克简单去加一下 远处的东西就可以不用做那么细子 然后可以强体给它做一些变形 然后让它看着不至于那么单调 咱们在学员在后期学习的时候 就可以去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下变化 不一定非得按照咱们的所教的那样 这些东西可以去帮你平时去看到的 或者是见到的 平时做作业时 就说所处理的一些建造机 比较有意思的 可以去给它去加上 手绘这一块这个就是咱们激发咱们设计思维的能力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在这之中你去 去想象去发挥想象 然后入进去 远处的地方 咱们可以去做一个休息学 然后去处理 然后加一个沙发 这些都是咱们经常练习的 如何在后期咱们在用的时候能够迅速地把这些东西给用上 这才是最主要的 而且你出手能够把图给画出来 这是咱们学习手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不能太僵化 然后打开咱们的思路 尽量地把这些东西给灵活处理 当然在处理这些画面的时候可以去墙体的地方 无论是加些大的展画 加些投影 然后柜子造型的去做一下变化 当然可以弱化的地方可以弱化一下 就差点了 不然你一定是从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试试 不信心 但是我们可以去那里的区域